MING PAO BALL RAN Hi 大家好 我是妮學 今天呢 我們要去進行一個 拆店之旅 然後要去的是 OFGA很常去的寺廟 然後還有他們在愛情理論裡面 去過的幾個點 下午晚上呢 會再去一些 我喜歡的演員 可能是他的主業店 就是我之前看泰迪熊情緣裡面主演殷薩林 就是他本業算是個建築師 然後他新蓋好一座大樓裡面還有他的甜點店 然後晚上有空的話 會再去逛個夜市 然後我們今天決定要來當觀光客 就是當一個嘟嘟車 我們要成為一個觀光客 然後泰國的計程車非常的有個性 就是你跟他說地點之後 他如果覺得這個地點跟我想去的地方不順路 或者是他覺得比較不在市區的話 他就會跟你說他不要載 所以呢每次上車前都要先拿手機問他說 這個地方OK嗎 然後他才會跟你說OK 你再上車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真王室了 然後無淺 量一下 他們都量手溫的 消毒 喔然後來泰國寺廟請記得一定要穿 要蓋住膝蓋喔 我們剛剛拜完出來了 就是簡單小拜一下 希望旅途平安順利 然後給一些香油錢這樣子 然後他們那邊拜完出來的話是不可以背對他 所以是倒退或是側面走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進來的規定齁 沒有露背裝 然後不要穿背心短褲 基本上呢遮住就對了 然後這個真王室呢 據朋友的泰國朋友說齁 傳聞 傳聞是 OFGANG 然後 DAY跟AM他們 這群91年的人 很常來拜拜的地方 不確定真實性喔 但我們就抱持一個 民可興趣的心態過來 享受一下 同樣的空氣 剛剛那邊 寺廟區看起來就很 金碧輝煌 然後這邊感覺比較像住宿區 欸 好多烏龜喔 烏龜怎麼練不然也睡得很好 太多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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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抱歉 欸 很多隻欸 那邊也一排就曬太陽 我們簡單的參觀完之後呢 我們來到 對面有一間很好吃的油條店 然後它的油條呢 有甜有鹹 就是有各種風味 我們剛剛點了 就是一人點了一個餐 總共有點了一個 呃 感覺像叉燒豬肉飯的東西 然後一個 雞肉 可能是米線吧 不知道 我現在只能亂拆 然後還有一個 是 豬肉丸的米線 然後一人點了一份 就是這邊最招牌的油條 油條一份都是50塊 然後有五種醬料你可以選 可能椰子 巧克力 煉乳 橘子跟草莓 然後呢 我們還一人點了一杯菜奶 一杯菜奶這邊是30元 然後它這個上面除了肉之外 底下還墊了很多的高麗菜食物 就是我少數在泰國點餐 它裡面有肉有菜的師傅耶 那我原本就想到叫它更香 清香的麵 結果它已經加上了 港式料理會出現的麵加上 台灣的肉根 但還滿好吃的 今天我來喝一下它的菜奶 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而且它的甜度 很適中耶 我沒有調甜度 但它喝起來我覺得比較像是 半糖 七分糖之左右 因為我 有加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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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是煉乳的油條 巧克力油條 椰子油條 椰子綠色的醬 我們覺得應該是那個香蘭葉的 口味 我覺得我來這幾天我覺得 香蘭葉的東西 真的滿合我胃口的 我覺得好好的食物 然後 我朋友第一推 就是呢 我們用油條 然後泡一下 奶奶 泰國版豆漿油條 有一點像 就是因為 原本油條上來的時候 就是熱的 泡一下菜奶之後 它會變冰冰涼涼的 然後中間的縫隙會充滿了菜奶 咬的時候它會同時是 酥的 可是會 有液體 在你口中爆開的感覺 巧克力搭菜奶嗎 可以耶 主要還是巧克力的味道 那我要嘗試一下香蘭葉 我覺得香蘭葉配菜奶很好吃耶 所以一開始 會有香蘭高本人的味道 然後 香蘭會出現甜甜甜奶的味道 然後最後 泰奶跟香蘭葉 會是一個融合起來的味道 超好吃的 欸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就是 愛情理論裡面 OG 就是泰待了一天一夜 等到愛情的那個火車站 曼谷這邊的 華南棚火車站 我朋友有印一張劇照 直接看一下這個現場 跟當時電視器裡面的對比 哇 就是這個火車站 可愛的東西 雖然我們是不會在這邊等到晚上了 但白天來看 我覺得也是 非常的快樂 因為這就是裡面 最好看的一個景 愛情理論真的太好看了 泰國人總是會這樣 直接穿越結尾耶 雖然火車要停下來了 但還是很可怕耶 然後呢我覺得這個火車站 真的是蠻漂亮的耶 就是有這種植栽啊 然後就是他們的頂部 都會直接透光下來的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曼谷泰國的火車站呢 你不用買月台票就可以來到月台 我們剛剛就是直接走進來 然後他要驗票的地方 是你上火車的時候 戰務人員會在車子上幫你驗票 所以呢你要來採點 不用買月台票喔 那我們現在要前進下一個地方 好的我們現在要前往咖啡廳了 就是這個咖啡廳 請問可以在這邊租DVD 然後遇到愛情嗎 好的這個就是裡面他們很常來的咖啡廳的場景 然後因為這邊基本上這一區是一些倉庫 然後重建的 所以基本上看起來比較偏工業風 可是我覺得這些燈啊放在這邊 真的是看起來非常的漂亮好看 然後整體的感覺很趣啊 但是呢我覺得蠻不巧的 是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鑑魚跟我們說牛奶類的東西都沒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沒辦法點任何的拿鐵 所以呢我點了這個 Sung San Romance 然後它是桃子茶加上百香果 喔很香耶 我被百香果酸到 因為它那個桃子茶香氣還蠻重的 但是百香果因為是新鮮 百香果下去 就看你個人對酸的接受程度怎麼樣 因為我個人是蠻怕酸的 然後我朋友買了一個它叫做Apple Spring 蘋果加上檸檬 Oh my God 好最不擅長喝檸檬 薄荷葉在裡面 欸這個好好喝喔 完全沒有檸檬的酸味耶 有一點點氣泡感在裡面 欸這個真的喝下去覺得春天來了 它這邊呢就是下面有一個blended的部分 然後有WTF Chocolate 看到WTF 大家應該都是第一個想到花了飯 就是這杯巧克力的 它說Everything Chocolate Blended 所以應該是各種巧克力嗎 冰沙奶昔的感覺 然後最上面這邊還有一些屑屑 它有一點堅果味 然後Nutella嗎 很像是Nutella打散在裡面 然後沒有咬到堅果的是有很大的堅果香耶 它真是快樂到不行耶 最餓到不行 欸好我們剛剛在咖啡廳就是先坐了一下 然後呢咖啡廳後面有一間小小的服飾店 就走進去逛了一下呢 就不小心買了一件上衣跟兩條項鍊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前往下一個地點 好的我們現在要準備走去搭船 要過這個河了 然後現在真的是天氣非常之好 如果你剛剛有看到天空的話 真的是難到不行 然後這個搭船呢是免費的 就是等船到了人夠了 你就可以直接出發 這邊就是在排隊準備渡河 這邊的接駁船啊 它是每天的早上9點到晚上11點 就是它時間還蠻長的耶 腳踏實地的感覺真好 那個船很晃耶 它就一直這樣 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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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個它晃到我中間其實真的有點怕 想說我們真的不用穿好救生衣嗎 欸不用 我們就是這樣過來了 還蠻快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要前往Icon三亞 然後不知道是為了防雨或是防曬 它準備了一個這種通道讓大家通過 這裡的天花板會不會太漂亮 天啊 感覺好像每天都在聖誕節 而且好大喔 這整個是大 大挑高 反正因為劇其實也拍完很久了 當年是在一個YSL的櫃位前面試裝的 我們今天已經找不到YSL了耶 我們現在要找一個類似的景點 然後有點像耶 那個樓梯 這邊的櫃位好像真的改了 沒有辦法找到圖孔的那個地方 我們找了一個類似的景 就當作完成我們的這邊的旅途 現在上樓找另外一個地方 這邊就是他們買相簾的地方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有點太好逛 所以我們小逛個街 希望不會花太多錢 這外面的公園很漂亮耶 雖然有太陽 但是會覺得走出來看一看蠻好的 而且裡面冷氣很冷 就可以出來曬曬太陽 看看這個河還有對岸的風景 我們現在逛街 就是差不多逛到艾康山羊的第六樓 然後這邊的世界就是 越來越尊絕不凡 什麼意思 我們剛剛想說我們出來之後 只要走個十分鐘 十五分鐘就可以到 我們下一個想去的地方 下太雨了 泰國的天氣很可怕耶 以前看泰劇都覺得太誇張了吧 怎麼說下雨就下雨 說停雨雨就停 是真的 過了不到十分鐘 剛剛的暴雨已經停了 還好我們還沒有搭上計程車 還好我們還沒有搭上計程車 我早上原本說今天晚上想要去逛夜市 但是剛剛大家也看到就是暴雨 然後今天的暴雨呢 就是下十分鐘 停十分鐘 再大下十分鐘 再停十分鐘 我們去搜尋了一下 就是夜市間到底有沒有開 然後在IG找tag的時候發現 那邊好像淹水了 所以呢我們就決定在艾康山羊這邊 吃晚餐 來到了這間非常彼花的火鍋店 而且呢最厲害的是呢 他是399吃到飽的火鍋 然後這個菜單上面 完全沒有英文 怎麼會出現烤盤 我以為我們是來吃火鍋的 然後有三種醬料 看起來都很辣 我覺得我需要嘗試一下這三個醬料 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所以呢 我先來挑戰一下自我 這是第一個 酸辣的醬 但沒有很辣 香香的 有一點 香菜嗎還是什麼的味道 我先收回沒有很辣 我剛剛吞下去之後它就辣了 接下來是這個 看起來有蔥的 這個辣很多耶 但沒有很酸 就是 感覺是喜歡吃麻辣的人 會喜歡的辣醬 然後第三個 最後 我的水 我的水蛋都要我的OG baby 我們剛剛點了 我們剛剛點了 飲料對不對 哈囉 我來喝一口 好困難喔 我今天這一餐 它很辣耶 奶油烤豬肉 怎麼會這麼快樂 我們剛剛點了沙拉的部分 它給我的螃蟹長出來 哈囉 它這個就是那種青木瓜沙拉 蠻辣的喔 對我來說 我就負責吃肉吃菜好了 其他東西我好像不行 我們剛剛點了一個 不知名的東西 它用一個很像Wong的東西裡面裝過來 然後裡面有 肉片 高麗菜絲 跟蛋黃嗎 就不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它拉一拉之後 拿去烤盤上烤 超好吃 它裡面還有加一點香油啊 之類的 超香超好吃 欸我覺得這間店真的有 挖到飽的感覺 你只要點它的吃到飽的 399套餐的話 它都會給你兩個鍋 你可以選兩種湯底 然後又可以烤肉 如果你吃辣的話 這邊應該可以說是天堂 如果你不吃辣的話呢 就是選擇性的天堂 好我們剛剛吃完飯了 就是雖然它上面寫399吃到飽 但是所有的稅都是另外加的 台幣刷卡的金額好像是1200多啦 也不是太便宜的一餐 但是因為它的東西還蠻豐富的 我們今天行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接下來應該就是回家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吧 我現在在泰國的Seven 不好意思 這個連轉身 啊撞到 啊撞到 這連轉身的空間幾乎都沒有的 窄小空間是怎麼樣 什麼意思 訂閱按讚留言加入會員 等一下 再一個是123加入會員